1954年5月6号,海伦芝利华号拉响汽笛,载着一批印尼华侨青年缓缓离开雅加达,驶向百废待兴的中国。 王文教正是这些心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中的一员。 近日,87岁的王文教获评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,并在北京接受中青社记者专访。 1953年,作为印尼羽毛球国手的王文教,跟随50人的印尼华侨青年体育观摩团回中国参观比赛。 当时的一场友谊赛让他印象深刻。 当时的友谊赛让他印象深刻。 全国冠军是,羽毛球的全国冠军是上海的,我们做友谊赛,我打他15比0,15比6,我当时感觉到难受。 为什么难受呢?因为国家这么大,羽毛球水平那么差。 所以当时我不想回去,不想回去也不行。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集体的复活。 如果我们不回去,全团都不能回去。 回应尼后,王文教继续计划回中国的事,并且想尽了一切办法。 当时我们很难回来,因为当时我也是印尼的羽毛球国手。 当时20岁,我用12岁的照片,用福建化的名字。 我回来的时候是用普通话的语音。 我原来是三亿年,改成18岁以下。 18岁以下算是未成年人,所以小孩都可以进出随便了。 历经千辛万苦,王文教终于回到中国。 他回忆,刚回国时羽毛球的训练条件很差,甚至连场地都找不到, 只能在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礼堂训练。 当时交通也很不方便,我们先走一段路,走大概200公尺, 到了公共汽车站,然后坐四分前,又倒车,倒油轨电车。 去的时候,公共轿车四分前,然后油轨电车三分前, 一去一回就是一毛四一个人。 王文教回忆,当时的队伍里只有他和陈福寿、黄世明三人。 为了练双打,他们只好从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找同学陪练。 不久后,施宁安从印尼回来,至此,这支四人的准国家队才建立起来。 1956年11月,福建省成立中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队, 随后上海、广东、天津、湖南、湖北等相继建队。 运动员们以王文教和陈福寿合著的羽毛球一书为指导刻苦训练, 水平有了明显提高。 1960年,王文教告别运动员生涯,开始专心执教。 1965年,他带领汤仙虎、陈玉娘、梁秋霞等组成的中国羽毛球队到丹麦, 与当时的世界冠军同场较量。 当时很多人看不起我们,因为报纸上都登了中国人会打羽毛球吗? 大标题、大问号,那世界冠军的科普斯, Alan Cobbs,这个唐贤如打他15比0,15比6。 所以当时这个报纸就,第二天就登报, 讲到中国人的打法,快攻,快攻的打法。 1982年,在英国举行的汤姆斯杯比赛中, 中国队击败了七冠王印尼队。 说到这场比赛,王文教从家中摆满奖杯和照片的橱窗中, 拿出了一张泛黄的相片。 指教二十余载,在王文教的带领下, 中国羽毛球队一共获得56个单打世界冠军和9个团体世界冠军。 他还培养出李扬、赵建华、李永波、甜品义等羽球人才。 回国67年,王文教心中也始终牵挂着祖籍所在地福建泉州。 2019年9月,王文教再次回到泉州南安,找到老家祖措。 他说,父母以前常说,有机会要回老家看看, 如今他终于做到了。